一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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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隨著音樂舞動 臉上洋溢著自信和笑容 這些都是來自高雄 蘋果家族街舞教室的學員們 別看大家年紀輕輕 跳起舞來可是架勢十足 而且團隊的成員們 多年來也征戰全台各地的比賽 成績相當傲人 那我們已經在這邊 生根將近二十年 我們是高雄在地的街舞教室 我們的舞蹈是沒有限制的 我們也有芭蕾 也有很多包含 例如說街舞的所有 例如說Hip Hop 然後Jazz 甚至是MV都有 基本上每天跳舞都三四個小時以上 對 那當然很辛苦 然後得到了第一 二名 他們都是非常的開心 然後又聽到說可以去美國比賽 整個就是High到一個不行 在專業教練的指導下 這群孩子們不斷進化各種舞蹈的技能 今年更是在眾多隊伍當中脫穎而出 贏得HHI排舞比賽的世界總決賽資格 即將代表台灣在最具權威性和影響力的 全球街舞巔峰盛會中 和世界各國的頂尖舞者對決 那你最想要去美國做什麼 拿金牌 我練習了很多舞風 我們很厲害 我覺得我們每個禮拜這樣努力 然後好不容易得到了一個金牌 可以為台灣去美國爭光 有這個機會的話我覺得很好 很爽啊 我們今天要去參加的是一個非常大型的排舞比賽 是叫世界嘻哈競標賽 而且它是一個非常大型的排舞比賽 這一次的參加就包含了 就將近50個國家參與 對所以是非常難的比賽 其實一開始是真的非常的興奮 但是其實我們面臨到很多實際的狀況 比如說人員能不能一起出發 還有就是經費的問題 如果真的沒有募到的話 我們可能也是努力會 自己就算貸款也會讓我們去 就是要圓夢 對就是要去 想要圓這個夢 主要也是因為想要代表台灣 去讓世界看到我們台灣的小孩 其實也很棒這樣子 高雄在地舞團有機會代表台灣出賽 團隊成員們在開心之餘 也是抓緊時間不斷的練習 因為在接下來的國際賽事當中 除了要向全世界展示 台灣兒童的才華和潛力之外 也希望能喚醒國人 對表演藝術的關注和支持 當然大家最最期待的 還是在這場國際賽事中 再創佳績 大家好 我們是蘋果家族 記者周福晉 王一群 高雄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